两只老虎正在打架,通过它们火爆的撕打动作来看 这场战斗彼此都已动真格 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扇巴掌的场面更是屡见不鲜 但是它们都不愿意轻易服输 那么这场老虎大战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一处草原之上,两只老虎扭打在了一起 它们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从视频画面上来看 它们体型不分上下,而且打斗了一段时间 并且彼此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只见它们互不相让 在撕打过程中,双方互相用爪子按住对方的面门 而黑虎稍稍略胜一筹 它不停地用力找踢打白虎的腹部 大家可不要小看老虎的爪子 它的足底有一层厚厚的肉垫 看上去软绵绵的 不过,老虎的爪子可是棉里藏针 一旦它的爪子露出来,可是异常的锋利 而白虎的腹部显然已被它抓得伤痕累累 对于白虎来说 现在它必须扭转局面 以免腹部再次被重伤 只见它开始猛烈挣扎 试图挣脱黑虎的束缚 但是黑虎的力量不容小觑 在白虎的猛烈挣扎下 开始把它控制在了身下 好在白虎的腹部脱离了黑虎的力找 白虎也趁势开始撕要黑虎的前肢 用后爪不停踢打黑虎的头部 感到剧烈疼痛的黑虎不甘示弱地进行反击 这也让白虎有机会站立起来 双方暂时分开 不过不甘心的白虎试图攻击黑虎 轻松一跃就跳到了黑虎面前 而看到白虎有如此嚣张的气焰 黑虎竟选择了按兵不动 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后 他们再次纠缠在了一起 双方依旧打得不可开交 不同的是 画面中又出现了一只老虎 只见这只老虎来回走动 但并没有打算上前帮忙 或许看着打得正激烈的两只老虎 都是自己的同伴 帮谁都不合适 还是静静地做个观众更好 而这边还在打斗的两只老虎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依然难分上下 互不示弱 且双方都以精疲力尽 也不得不暂时停战 最后的结局 谁赢谁输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种互相撕打的场面 还是令人折舍 当然了 这恰恰再次印证了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说法 好了 这期的视频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